是大运台湾英雄大游行庆祝活动31日登场 标枪打破亚洲记录的郑兆村代表致辞 记者简容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2017台北市大运台湾运动员旅创家机感动国人 今天台湾英雄大游行标枪金牌郑兆村在终点登台演讲 获得全场欢呼 游行车队载着台湾代表团 从凯达格兰大道出发至台北市政府前广场 民众夹道欢呼 郑兆村于终点登台 除了感谢田径协会支持 也感谢国人力挺发挥主场优势 郑兆村也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信念 就像离开手中的标枪 要飞到最高最远 郑兆村表示 历经这么多伤痛 无论未来有多么颠簸难测 我相信我能无所畏惧的勇往前行 就像我的信念 我是离开手中的标枪 无论未来会落在哪里 有多大的逆风 我都要飞到最高 飞到最远 台湾英雄大游行盛大展开 标枪金牌郑兆村 左乘坐吉普车接受民众欢呼喝彩 记者留性得赦 是大运台湾英雄大游行庆祝活动 31日登场 游行车队抵达台北市政府抚钱广场 标枪打破亚洲记录的郑兆村 等走星光大道 民众夹到位战将喝彩 记者简容封社 是大运台湾英雄大游行庆祝活动 31日登场游行车队抵达台北市政府抚钱广场 举重打破世界记录的金牌女将郭兆村 荧幕中 标枪打破亚洲记录的郑兆村 荧幕又代表致辞 记者简容封社 台湾英雄大游行从总统府出发 最后抵达台北市政府前广场 是大运男子标枪金牌选手郑兆村 开心致辞 记者称至取舍 台湾英雄大游行从总统府出发 最后抵达台北市政府前广场 是大运男子标枪金牌选手郑兆村 开心致辞 记者称至取舍 有关于市场青空兆村 这傍充民地的沙子 大运男子标筆 我完全不应该说 我可以说 对你 所以我们也知道